但是他要能夠連資料庫,其實就需要用到一個叫ADO的元件 這個元件的用途其實有點像外掛 我想外掛應該各位就比較了解 所以外掛他本來不行 掛一個ADO之後就可以連資料庫 後面不管什麼資料庫,反正都可以連的到 OK,那以色列本來也不能寄Email 其實如果你要寄Email,你可以把Outlook外掛進來 他也可以寄Email 所以很多同學問到說 甚至Email也可以,可不可以連接外部的某個機器 其實如果那個機器本身有Driver的話,也是可以連的到 比如你分析結果有沒有,可不可以直接回到Email 當然可以啊 他做完的分析結果 你也可以透過他提供的外掛 也可以去抓到那個外部的資料,你可以再做分析啊 所以很多之前的同學來學習,他是一個工程師吧 他的工作就是要分析大量的資料 分析大量資料,如果他不會VBA的話,我看他不知道怎麼分析 每天都光做那些 那些資料的話 我看他也做不完了 所以他VBA的話就很方便 OK,那我們來看一下那個外掛怎麼掛上來 要什麼方式啊 其實光講這些東西啊 光講一個ADO,其實就是厚厚的一本書啊 那個 那個 從天南路上面有了,你們去找關鍵的ADO 一大堆 那不過那些對各位來說太遙遠了 而且其實不切實際 你們需要的就是 你們的需求很簡單嘛 就是把資料從資料抓過來 那就是那些程式嘛 你知道嗎?那些程式嘛 複製貼上 改一下keyword 就可以達到你的需求了 那以後你只要知道改哪裡 應該就夠用了 OK 那怎麼做? 首先的話,第一個 我們要產生一個資料庫 資料庫 就是這個 對不對?應該這沒問題了 第二個的話呢,如果我要從 VBA裡面去查他 裡面的1月的話 要怎麼做 其實理論上應該是這樣子 把SS打開 對不對 那這邊有1、2、3月 你要把1月裡面的所有東西都 抄到ECL裡面的話 基本上 你需要懂兩個技術 第一個技術是ADO 第二個技術是SEQL SQL 不知道各位對這個有沒有 SQL 反正這兩個就是 兩個專業 那當然不可能說 我要在 幾分鐘之內講完 不可能的 但是 你們需要知道的 我告訴各位就好了 第一個就是 SEQL其實在哪裡呢 在SS裡面有建立 建立裡面呢 特別注意有一個叫做 查詢的 有沒有 查詢 裡面有個叫查詢設計 查詢設計裡面呢 點下去之後 特別這個地方點下去 把它關掉一下 這個地方全部都關掉 然後 然後 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邊就有個叫什麼 SEQL 檢視 對不對 如果說我今天要查資料的話 其實 我們就是要下一個語法 那所謂SEQL 簡單說起來 就是 跟資料庫 溝通的語言 那 VBA